明天将会召开的是第二次的临时会 行政院长林全也将进行报告 而对于前瞻计划预算 实类力量很不满 认为快开会了 但是前瞻计划的预算细项内容 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炉 根本不把立法院放在眼里 而对于预算资料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颇有为辞 表示现阶段公布的预算 新北市的部分根本就是已经编列的年度预算 面对批评声浪 行政院长林全强调 会加强政策的宣导 以及跟民众的沟通 拿着行政院提供的前瞻计划预算资料 时代力量立委广国昌火气很大 批评行政院仓促就要送到立法院审议 根本不把立委放在眼里 今天下午才拿到计划的内容跟预算的内容 明天就要上台问院长 请问这有尊重立法院吗 时代力量党团痛批 隔天就要召开领事会 不过目前为止行政院还没提出前瞻计划的细项说明 另外针对前瞻计划首期170亿轨道建设 新北市分得21.4亿元 新北市长朱立伦对此不以为然 所谓新北市的部分不是前瞻吧 是原来已经核定的年度预算 把年度预算转换成为特别预算 第一个它有违反预算法83条的规定 而且它也不是前瞻 它是回顾 强调部分预算都属于既有的年度预算 现在却既有前瞻计划转变为特别预算 用回顾伪装前瞻朱立伦痛批明显违反预算法 而面对批评声让行政院长林全 则拿高铁跟捷运的例子还捍卫 我们高铁当时要建的时候 也是一大多亿人在批评 甚至于建的过程中间 还有人说这是废铁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人 会发觉高铁对台湾的社会的进步 其实非常重要 要让这个政策能够推动 关键还是在能够取得多数人的支持 小米外界对前瞻计划的杂音 行政院长林全表示 会加强政策宣传 以及与民众的沟通 眼前最棘手的重头戏 得先在立法院临时会中 预算闯关成功 欢迎新闻苏宏洪杰丁上城 台北报导